韩国天团Big Band成员胜利有份投资开设的夜店Burning Sun 近日卷入暴力、性骚扰、性暴力、性交易以及毒品的争议 夜店的负责人李文浩最近也多次接受警方调查 而胜利日前也全面停工配合调查 3月6日当地媒体在爆料指胜利经营的另一家夜店有逃税之嫌 而该夜店的实际持有人其实是胜利所属的YG事务所老板梁炫熙 据悉位于首尔马普区的Love Signal 夜店按照税务的分类本应属于娱乐场所 按相关的法律除了普通的附加税之外 还要交纳10%的个人消费税和3%的教育税 但是Love Signal却以零售店的名义来注册 逃避个人消费税和教育税 而胜利也曾在网上宣传Love Signal 表示这是自己名下的夜店 但还没表示该夜店是属于A公司 而梁炫熙是A公司的最大股东 因此认为梁炫熙才是Love Signal的老板 另外对于Love Signal涉嫌逃税 以及谁是实际老板等相关的问题 A公司表示无可奉告 YG方面就表示不能马上做出回应 也不知道何时才会有回应 此外 首位报道胜利夜店是非的记者吴某 日前在网上发文 表示胜利的夜店风波越演越烈 加上警方以及YG也相继的卷入是非 令吴某身边的亲友担心他的安危 因此吴某决定在网上发文 请大家不用担心 吴某还表示虽然他也不知道之后会面对怎样的威胁 但他一定会将事件调查到底 绝对不会被自杀或者是被意外身亡 此外首尔警察厅广域搜查队 今日也透露已经获取有关胜利 为投资人叫济一事的聊天记录 同时表示是通过与国民权益委员会不同的途径获取 目前正在对其进行分析 而国民权益委员会也宣布掌握夜店高管聊天群的聊天记录 将在不久之后提供给警方或者是检方 至于韩国总理李洛渊 日前在国务会议上谈到卷入暴力案以及贩毒的夜店事件 再加上警方在查案过程中曾疑似收贿 令国民对警方的不信任度与日俱增 李洛渊也正面回应 他下令彻查夜店事件以及依法办事 小吴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Let's go 年佛渡学生 今齐歌 今年一毫 明镜需要精彩 subsidori